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就是想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去从您的去构建一个数据基层的系统 我们知道数据基层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由把数据从A同步到B这样的一个同步的工作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基层系统 看上去都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它到底是怎么去演化来的 怎么去演进 它是基于什么样的需求去进行一个演进的 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需求的最简单的最开始的一个场景是说 假设我从MySQL然后同步到MySQL上的一个需求 就是一张表同步到MySQL的另外一张表 其实很简单 就这么点代码就可以实现了 其实真正核心的代码 看上去就只有六行代码 然后但是我们这么做了之后 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第一个是说 那我现在是从MySQL同步到MySQL 那我也可能是从MySQL同步到PG 也可能是从MySQL同步到Hive 然后我有非常多的数据员 那同时呢我有非常多的目标端 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是一个迪卡尔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我每一种场景 我都去写这样一个代码的话 那这个几乎是很难去维护的 然后你有再多的研发人员 也搞不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去对它进行一个抽象 然后左边呢是一堆的数据员 右边是一堆的目标端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 要帮我们的数据员 和我们的目标端进行一个抽象 然后通过SPI的方式 去进行一个插件化的这样的一个加载 然后同时 那我的圆端和目标端 然后怎么去做数据这样一个交互呢 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刚才那个里面我其实圆端拿出来的数据 然后直接写到目标端 构造一个SURK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把圆和目标分开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中间自然就需要一个 类似于CitanoRAW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来存储我的每一行数据 然后同时呢 我圆端和目标端中间通过一个对列的方式 然后来存储 来进行这个数据的一个流转 OK 这呢是架构的进一步的一个演进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架构里面 它是一个单线程的 对吧 那我的数据只能一个线程的 从圆端读 然后往目标端去写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件事情 就是说 我刚才这个CitanoRAW 其实我们同步的仅仅是什么呀 仅仅是数据 对吧 一行一行的数据 那如果说我的圆端的表结构 然后在目标端没有 我想要自动键表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就把这个表结构 同步到我的目标端 在这种情况呢 在Citano里面 当然我们的还有很多的数据集成工具 一般的做法是说 我们需要去构造一个 类似于CitanoRAW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在数据流转之前 我们需要先把表结构进行一个流转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Catalog 这样的一个服务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个Catalog这个接口呢 它会去读取圆端的表结构 然后同时呢 把它进行一个构造 构造完了之后呢 拿到类似于这里面 拿到一个MyCircle的这样的一个Table 然后拿到MyCircle这个Table之后 然后 因为我们知道圆和目标它是分开的 对吧 然后MyCircleTable的结构 它是不能直接应用于PG的 数据库上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间需要抽象一个 就是中间层的一个Table 我们叫做CatalogTable 在这个CatalogTable里面 其实根据我们不同的引擎 不同的语言 它需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有自己的数据类型 比如Int,Long 然后String等等这样的类型 然后当这个CatalogTable 然后同步到目标段之后 那我们在目标端的这样的一个插件里面 我们需要去把这个CatalogTable 再转换成对应的目标端的这样的一个Table 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把MyCircle的表结构转换成了 Oracle的表结构 或者是转换成了PG的表结构 这种架构下 其实整个我们每一种连接器是圆 每一种连接器的目标端 我们只需要去实现 由MyCircle这样的原生的结构 转换成CatalogTable这样的逻辑 同时再去实现 由CatalogTable转换成 再转换为自己的逻辑 只需要这样简单的一个代码实现 然后就可以实现 成千上万的不同的 这种圆和目标的组合 到这样的一个表结构的迁移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并行化 然后我们把原来单线程处理的事情 然后把它变成多线程来处理 这就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我一张MyCircle表 它有几十亿的数据 然后我怎么去把这几十亿的数据 把它合理地拆分成 放在不同的线程里面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同步数据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GDPC的方式去读取的 我就需要把这张表里面的所有数据 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Wire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面 我们叫它Split的一个美举器 这个美举器它就负责 去针对MyCircle圆端的表 去进行个数据拆分 拆分的规则有很多 比如我去基于组件 基于维索引 不同的数据类型 会有不同的拆分的算法 比如它是数值类型的 然后我们要去探测一下 这张表里面数据的分布的一个情况 比如它的最大值最小值的差值 和它整个数据的行数 如果这个很接近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布长的方式 然后来进行一个分片的计算 如果它的差异很大 我们可能要采样来计算 计算分片的这样的一个布长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置幅串 那我们可能需要用哈希取模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分片的计算 然后通过这一系列的一个算法 然后我们会把数据拆分成 一个一个的Split 每一个Split它都是一个Wire条件 然后把这些Wire条件放在不同的 并行的Reader里面 每个Reader去负责去执行 这一个小的Circle查询 然后从来进行数据的并行读取 OK 这个就基本上实现了一个 并行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它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一堆的Source的Task Sink的Task 还有中间拆分的Task 那我怎么去构造这些Task呢 然后这些Task它又运行在哪里呢 然后它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开始 哪个Task在前 哪个Task在后 我怎么去协调它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 我们要有我们的引擎 这个引擎 我们需要有一个引擎 来去帮我们的Jubert的Config 去生成它的逻辑之音计划 生成它的物理之音计划 再至于它的物理之音计划 然后我们去确定这个任务 Task到底它要运行在哪个节点上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资源的管理 OK 这是引擎要做的事情 这里面其实画了一个图 其实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说 Logic DG和Executing DOG 还有里面资源管理的Resource Manager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OK 上面呢 基本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数据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到底是怎么演进的 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复杂的数据集成引擎 它其实就是基于我们的需求 一步一步演进来的 下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Apache Cetano Apache Cetano 它是一个下一代的数据集成的一个引擎 一个数据集成的工具 我们对它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简单易用 然后省资源 然后数据的强益自信的一张保障 然后还有全场景的支持 然后P流一体 离线CDC 然后增量等等这样的场景 我们都能够去支持 同时呢我们要去在整个过程中要有资源的管控 还有各种matrix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监控 就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基于计算引擎改造的同步引擎 其实它的指标体系仅仅是为计算而生的 它没有办法精确到更细利的指标体系 然后这个是我们Cetano要去解决的 就比如说我一个多表同步的一个场景下 对吧 我每张表同步的进度是什么 百分比是什么 然后每张表它的结构迁移是什么样的 然后它的读取的杭数 写入的杭数 它的数据的延迟的指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完善的数据集成的监控体系 这个是我们要去解决的 OK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架构 其实左边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源 元端 然后右边是各种各样的数据源的目标端 中间是我们的一些抽象的API 然后包括Table API 然后Source API Sync API 还有Engine API 还有CataLog API 还有TypeConvert API 等等这一系列API 基于这一系列API实现的连接器 它是可以 刚才包括超哥讲到的 它是可以运行在多种引擎上的 然后我们原生支持的是Cetano Zeta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基本上是目前我们经过测试 最快的一个数据同步引擎 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转换层 翻译层会把我们基于这套API开发的连接器 然后把它翻译成Spark的Connect和Flink的Connect 从来能够支持运行在Spark和Flink引擎上 目前整个社区支持的树源连接器 大概有160多个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还是在快速的迭代 这个是基于我们刚才说的Source API 然后我们实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器 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目标 它是基于一个是多引擎 就是我们必须支持这种多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第二个是要同一个引擎的多版本 比如Flink13或者Flink15 然后不同的引擎的不同的在那个版本 然后同时我们要批溜一体 因为在整个基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 我们很难像Spark那样 然后我批的时候我把数据拿过来 然后落地 落地完了之后 然后在下一个stage再读出来再写入 这个整个中间的过程没有checkpoint的管控 然后它的一致性是非常差的 然后而且它的性率也是非常差的 所以整个的过程我们是一个批溜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最后就是我们的资源的使用 就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尽量地减少资源的使用 包括GDPC连接这种资源 还有包括我们binlog读取的时候 这个带宽的资源等等 这个后面都会去介绍 这个里面给大家看了一个 就是基于我们Source API实现的一个 叫GDPCSource的一个连接器 它基本上实现的功能 一个是并行读取 就是我刚才说的各种拆分Split 然后第二个是它能够支持 动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转换 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特别是有一些 像MySQL这个JDPC体验的还不是特别明显 像卡布卡这种数据员体验的会比较明显 就是我们能够动态地去发现Split 所以说在整个作业的过程中 你可能我跑着跑着 然后我新增了一个topic 或者说我topic里面新增了一个partition 它都是可以动态发现的 然后它会自动地把你的新增的topic或者partition 自动加入进来 自动开始同步 同时在同步的过程中 我们支持从圆端去进行像Column Projects 或者是位置下推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性 然后保证我们读取到自己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而且我们支持多表同步 多表同步就是我可以在一个教堡里面去读取多张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它的核心的目标是减少我们JDPC资源的使用 比如说有些表全是非常小的表 上千张表或者是上万张表需要同步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只是单表同步的话 你可能需要几千个上万个JDPC连接的创建 然后在我们这里面我们只需要给到一个特定的连接的词的大小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去控制整个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最后就是实现了Elex1式的这样的一个语意 就是它能够保证不重复然后不丢失这样的一个特性 下面是我们Sync连接器的这样的一个实现 这里面给了一个Doris的一个实现 它的核心特点是 当然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每个连接器它都会告诉我们它支持什么引擎 是支持Spark还是Flink还是三种引擎都支持 这个可以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就看到 Sync连接器它有一些核心的特性 第一个叫Seal Model Seal Model其实就相当于我对已有的数据和已有的结构怎么去处理 我们支持的比如说我去当表存在的时候 然后三表重建 或者当表存在的时候我直接用一用 表不存在的时候再去创建 或者当表存在的时候我就直接报错 那针对表里面已经有的数据我们可以去支持清空数据 或者说保留数据或者说报错 然后同时还可以支持自定义Circle 你可以自己写Circle去处理我们目标端已经有的数据 然后同时我们能够支持自动建表 然后支持多表写入 多表写入其实就是圆端是多表的读 目标端是多表的去写 然后这个在CDC的场景下还有更进一步的优化 比如说在CDC的场景下 增量的阶段 圆端它是一个只能单线程的读取 它读得非常快 因为读字字嘛 读字字然后处理解析 但目标端其实很多时候会成为瓶颈 这个时候我们在常规的并行度的设置的基础上 我可以去在目标端去设置一个线程数 然后在目标端我们会基于表明和表里面的组件 去对数据进行一个分区 然后多个线程去对这个分区的数据去进行一个消费和写入 最后就Elex-wise的语义的支持 然后这里面根据不同的联系会有不同的实现 有的是通过两阶段提交 有的是通过密等写入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性 同时我们的Sync还会支持SCHEMA U-Losing这样的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自动去接受我们上游传过来的DDR变更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事件 叫Event 然后自动解析成目标端表结构变更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然后去进行一个不停作业的这样的一个DDR变更 最后就是我们的CDC连接器 CDC连接器主要是用来去做CDC的同步 它主要是Source连接器 然后它能够做到的是能够支持无锁的这样的一个快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读取 然后能够支持动态的发现表 然后能够去支持多表结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就是我可以去处理多张 在一个作业里面去处理多张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因为它的好处是不需要每张表去单独去读Blog 然后单独去处理 那样的话其实对Blog的读取是一个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浪费 最后就是能够支持SCHEMA U-Losing 然后CDC的场景下我们读到Blog里面的DDL语句之后 我们会把它转换成Citano里面的我们叫DDL Event这样的事件 然后这样的事件会随着我们的数据流转 然后流转到我们的Transform 然后流转到我们的Sync 然后在Transform里面我们支持对这个Event事件进行处理 比如说我只希望同步Insert的数据和Update的数据 我Delete的数据我不需要 不需要模样去删除去做相同的删除 我可以在Transform里面去针对这种Delete事件类型的数据去进行个过滤 当然还有一些需求我们现在正在规划还没有去做 比如说我在Transform的过程中我会把Delete的数据 所以我不进行Delete 我把它新增一条数据 或者把它进行Update 把它变成一个打一个删除标记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我们未来正在规划的事情 最后就是支持Checkpoint Checkpoint 其实刚才很多同学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们要分布式快照 然后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在设计器的规划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支持背弃CDC的同步的 我们知道CDC同步它是一个实时的 然后它就实时的作业一直在运行 但它带来的问题是很多时候 可能企业它没有那么高的实时性的一个要求 然后它不希望 这个时候实时它是其实非常占资源的 因为这个作业一直在启动 那针对有些它没有那么高的实时性的要求的情况下 同时它又希望用CDC 就为什么批量也需要用CDC呢 因为我们知道批量同步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读取到批量同步的增量同步 你只能基于自证ID或者是updateTime这样的一个 有这种增量标识之段的这样的场景 你才能去很好的去做增量同步 而且这种场景下 你还没有办法判断哪些是delete的数据 那为了去能够把delete也同步到目标端 一般有一些方案 比如说我在中间去加一个etl的过程 我去把昨天的表和今天的表去做一个比对 比对出来哪些是新增的哪些删除的哪些修改的 但这个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的慢 而且消耗资源 那所以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策略 就是我离线的CDC 就是我每一次CDC作业启动的时候 我记录一下当前的这样的一个offset blog里面offset 最新offset 然后我读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我就作业就停下来 然后当下一次再启动的时候 再从上一次记录的点位去进行一个处理 它其实就是一个离线的CDC任务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支持一个多表的读取和多表的写入 这里面给了大家一个示例 就是读取的时候我们通一个叫table list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然后在里面每个对象其实是一张表 然后同时我们去支持一些共享的wire条件 比如在下面我们定义了共享的wire条件 wireID大约100 这种wire条件是针对这个里面配置的所有表都生效的 那同时如果说我只想只针对某一张表去写wire条件 只需要配置在我们的table list里面的某一个对象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同时在sync我们支持多表的写入 多表的写入表明我们去支持一个基于规则的计算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这个sync 我们表明table配的是一个dollar table name 这个就意味着我表的 我下游的表明和上游是保持一模一样的 这里面有三种这样的变量 一个是叫database name 一个叫schema name 最后一个叫table name 然后我们这个table里面可以去基于这三个变量去进行一个组合 你可以去加前缀加后缀 然后最终目标表的表明会拿上游的这三个变量去替换table name里面写的表达式 这是我们多表写入的这样一个场景 下面去介绍一下我们下一代同步引擎 就是ZETA 刚才其实超哥已经提了一下 这里面时间关系我不去详细介绍它 ZETA引擎是目前来说我们经过测试同步性能最快的 然后最省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同步引擎 因为它是专门为数据同步 为数据集成去设计的 它的一些特点 就是说它不需要依赖第三方的组件 比如ZK 什么这类之种 然后它就能自动地去自主集群 第二个是它是有一个无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它在保存作业状态的时候 它内部有一个类质的分布式的内存网格 你可以理解为它内部本身就实现了一套分布式的 这样的一套类存存储 同时还支持类存的持久化 然后通过这个分布式的类存存储 我们可以存每个作业的状态 每个TASK的状态 然后当有节点挂掉的时候 它会基于这种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类存存储里面的状态 去对作业进行冗措 而且后面它会支持一些像更详细的指标监控 这个是ZETA引擎目前特有的这样的一些特性 就是更详细的表集的监控 同时里面支持一些事件通知的一些机制 比如当我碰到了DDL变更语句的时候 可以通过接口对接 把DDL变更的语句 然后发送到我们其他的系统里面来 同时还可以去支持这种Class Loader的隔离 Class Loader隔离它的核心的目标是 就是我可能会在一个集群里面 然后我既跑Hive2的同步任务 又跑Hive3的同步任务 这个我们会在2.4版本里面会去进行一个发布 它的核心就是解决 就是把Class Loader做一个彻底的隔离 然后解决我们目前碰到的像 Hive2和Hive3不能同时在一个集群里面跑 这样的一些问题 后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在AI领域上 Citano的应用 这个也是社区最近开始在做的事情 目前我们已经支持了向量的类型 就是在Citano Raw里面 我们除了原来以前像Intel String 还有Long等等这样的类型之外 我们支持了一批向量的类型 像二进制的向量 Float的向量等等 这样的一些向量类型 既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后续我们的向量数据库 无论是我们去读取向量数据库的数据 还是说我们往向量数据库去写入数据 然后都可以去将里面的数据 转化成这些向量类型 后面呢我们会推出专门的类型 然后去对这些向量类型进行一个精确的处理 目前呢我们支持了Munus这个Source和Sync 这样的一个连接器 目前已经合并到我们的版本里面 最近的版本里面 2.3.6版本里面 会给大家去进行发布 这里面给了一个示例 还有一些参数相关的东西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社区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第一个呢就是Zeta引擎的Master Walker 分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架构 我们刚才讲的Zeta的时候 它是一个自主集群的 就是它所有的节点 既是Master又是Worker 但同时只有一个Master是Active的 然后它在有些场景下 它架构方便了 但它带来会有些问题 就比如说特别是在容错的时候 就一旦Master的节点发生了容错 然后所有的作业可能都会进行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重跟踪 或者说状态的一个重置 那正好然后Master复载到另外一个 本来复载比较高的Worker节点上之后 然后它会产生更高的复载 然后它会出现一些连锁的反应 就可能整个机群里面本来有五个节点 然后Master的节点挂掉之后 然后变四个 然后后面又变三个 最终就是所有节点可能都会挂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把Master和Worker进行了一个拆分 就是我们在整个机群节点类型里面 我们去进行了一个raw的划分 然后我们可以去启动的时候 可以去指定这个节点的raw 就是它的一个角色 目前支持Master Worker 还有一种是Master UnderWorker Master UnderWorker就是原来的那种类型 就这个节点既可以当Master又可以当Worker 然后单独的Master的节点它的特点是 它上面会有分布式内存网格 然后它只去进行作业的调度和资源的管理 它不会去负责具体任务的运行 然后Worker节点呢 它只会负责具体的任务运行 它在它上面不会存储任何分布式内存网格的数据 也就是说所有任务的状态是不存在Worker上的 包括我们的iMap的数据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都不会存储在Worker上 这样的话任何Worker节点挂掉它是不会影响 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小 然后第三个呢 第二个是我们的class load隔离 这样的一个新的 就刚才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 就是更彻底的这样一个class load隔离 第三个呢是CDC同步能够去支持 这种监控指标和能够支持DDO的事件的处理 这个其实在最近我们应该马上要发布的版本里面 MyCircle就会支持 MyCircleCDC就会支持DDO的变更 然后在我们的DDO变更的设计 它其实是当我们的source那边 读取到我们的DDO变更语句之后 它会基于这种circle的预发解析 把它解析成我们的Citano里面的DDOEvent 然后这个时候整个机群会进行一次类似于chickpoint的操作 然后会要求我们的source transform到sync 然后每个算子都会进行一次chickpoint 然后将没有刷写到目标端的数据全部给刷过去 刷过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才会去处理这条DDO变更语句 然后DDO变更语句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chickpoint after DDLO 然后会接着去同步数据 就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保证我们的DDLO的处理 它是一个无中断的处理 就不需要去停任务 然后不需要去任务的重启等种方式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CDC的资源释放 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在做CDC同步的时候 一般圆表都会有大量的历史数据 可能几亿几十亿的历史数据 我们知道在做历史数据的处置化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能单线程的去处理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并行度 比如十个并行度 二十个并行度 然后当历史数据处理完成之后呢 它切到增量阶段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个并行度在工作了 因为CDC的Blog的同步 它是只能单线程去读的 那剩下的之前的那些开起来的线程和task 其实它都属于一个空转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它会浪费资源 然后在新的版本里面 当进行到增量同步的时候 然后那些之前空转的那些task 然后都会给它释放掉 包括里面的GDPC连接 还有线程 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 都会进行一个释放 比如说进入到增量阶段之后 整个作业会变成一个单并行度的这样一个作业 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支持 通过Circle的方式去创建任务 我们之前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我们Citano 其实创建任务都是Hawken那种语法 然后借助Flink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目前在新的版本里面 2.3.6版本里面 我们也会支持通过Circle去创建Citano的任务 这样是针对那些熟悉Circle语法的同学 可能会有更好的应用性 最后就是支持事件通知这样的一个机制 事件通知机制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帮我们的DDO变更语句 然后通过事件的方式发出来 也可以帮我们的监控指标通过事件发出来 比如说我某一个Split处理完了 然后我可以通过事件发出来 然后基于这个我们能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知道这个表一共有多少个Split 然后每个Split处理完了 其实我在外部系统里面 相当于我就计算出来的这个任务 它完成的百分比是多少 OK 这里面就重要的 然后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不太重要的就直接就过了 这里面就是一个新架构的一个演变可以看到 然后左边是老的架构 右边是新的架构 在新的架构下 然后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新的抽出来的Worker节点 然后它上面是没有CreateCast的IMDG这样的分布式内存网格的 然后这一块就是基于Sircle去创建任务 大概的Sircle语法就长这个样子 CreateTable 然后CreateTable 然后后面是InsertInto 就是从圆表查 然后往目标表去写 这个其实和Flinger Circle的语法其实非常的像 这一块是我们资源释放 这个其实刚才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然后原来是历史阶段是五个并行度 然后当它走到增量阶段的时候 前面四个并行度都会进行资源的释放 来节省资源 ClassLoud格林这一块是我们准备的2.4版本发布 因为它改动了我们整个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目录的结构 所以2.3版本里面我们不打算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计划是放在2.4版本里面去进行一个发布 在这里面我们把Connect目录和Plugin目录 然后进行了一个强制的拆分 Plugin目录下每一个Connect它所依赖的 Driver或者说依赖包都会放在Plugin目录 对应的Connect目录下的直目录下这个目录 这样就是Hive2和Hive3的架包是完全隔离在一起的 同时我们会去像Hive这种 我们会去有Hive2连接器 Hive3连接器 Hive1连接器 就是通过不同的版本我们会用不同的连接器 最后感谢大家 这是我的邮箱 然后大家有什么或许有什么希望交流的 我们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好 感谢高老师 大家有什么想问高老师的 老师你好 然后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看都是Sentennial去分享CDC这种工作 然后在批处里这一块 比如说像和DLX这种类似的功能 它其实这一块是可以替代它吗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的Cytano支持的是P6一体的同步 我们是可以替代DLX的 而且我们也出过很多测试报告 我们的单机的性能其实跟DLX相比 有些场景下能插好十几倍 但根据CPU的架构都不同 有些场景下 普通的场景一般会多个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这个样子 同时在Cytano里面它是一个支持集群运行的 DLX它只是单机 Cytano是支持集群的方式去运行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Cytano是DLX加FlinkCDC的一个合集 当然再加上一些别的产品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AI相关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OK 然后其实我们内部也其实说早些也是用DLX 但是DLX社区好像也不太活跃 然后比如说我们也是做数据湖相关的这种适配 然后从关键数据到我们的数据湖 比如Azberg、Pamon之类的 然后它其实本身也没有支持 官方也没有支持 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些改造 然后这一块和Centennial相比的话 其实它这一块是在P这一块有一些相关的处理 比如数据湖这一块 跟P相关的其实我们跟DLX相比 当然你说的那几个连接器其实都是支持的 在Cytano里面都是支持的 然后同时在P的场景下 你可以理解为跟DLX相比 它支持了一些checkpoint 能够保障数据的一致性 然后同时能够支持表结构的迁移 就自动键表 就表结构的迁移 还有一些就是在性能的方面 然后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对 然后其他的其实在场景上 一时半会也想不到 就是没有特别累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但是我觉得其实自动键表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的用户在做迁移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有三万张表需要去迁移 这些表结构让用户一个一个去对 这个没有个几人月是很难搞定的 是的 但是用Cytano的话完全不需要去关心那些 Cytano可能只要把作业配上 如果说数量比较小的话 你可能就一个作业 然后几分钟就能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给搞定 而且在Cytano里面其实表结构的迁移 我们里面有一套叫模型推演的一套东西 就是我们能够精确地去计算出来 我圆端的类型在目标端 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比较合适 好的 谢谢老师 老师你好 我看刚才你Cytano的架构图上面 有支持很多的connector 对吧 你返回一下 我看一下 对 目前有一百六十多种 我记得有一个redis 是吧 有redis 对 中间 圆端到目标端都支持redis 因为redis它不是 它没有冰落过这种机制嘛 那咱们在实现这个redis同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 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看我们的文档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档里面 有一个kfutures 然后里面有一个第一个叫bitch 第二个叫stream 对吧 然后哪个地方打 如果stream被打勾了 说明它是支持CDC同步的 然后作为圆端 就是这个是source的 然后目标端是不分bitch和stream的 我们的sync是P流一体的 然后source它还是会区分一些P和流 比如gdbc它就没法stream 它只能P redis呢 其实它是我们目前只支持了P 但实际上它是可以去做流的 因为redis好像它有一些 那个redis类部有一些stream的这样的一个 一些新的 机制 对 有些机制 其实就可以基于leg去做流式的这样的一个读取 其实和mongo的流式是一样的 mongoCDC我们已经实现了 然后redis的CDC 现在社区还没有人去贡献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可以参考mongo的CDC 来贡献一步 我大概了解 就是说redis它是只支持P 就是只支持全量同步是吧 对 目前是只支持全量同步 所以说咱们社区还是希望后面增量同步也做支持 后面可能 对 功能肯定是多多益善嘛 场景肯定是支持得越多也好 就是看我们开源社区嘛 需要大家来共建 OK 那我再看 您再返回一下那个架构图 它支持那个ES吗 支持ES 那ES这个是怎么做的 你说流吗 还是 流 目前流也没有做 对 好吧 我们目前的CDC流目前实现的是 MySQL PG Oracle CXR和Mongo 目前是这五个 对 所以主要还是实现了那种 基于Blog这种方式的 除了Mongo 对 对 OK 那后面redis包括ES 有计划去实现这个流吗 这个如果社区的呼声比较高 我们就会排高优先级 对 我们是希望你们支持的 这个可以在社区里面去提EQS 然后或者说发我们的DV邮件列表 然后我们可以去 当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然后你来贡献肯定是最好的 最好的 好的 那我再问一个就是那个P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是直接读吗 读原库 对 P目前是直接读原库 就是那种query out这种方式 对 OK 好的 好感谢 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好 那个如果很着急要 你可以找高老师问他商业版 商业版你给钱他啥都可以我跟你说 哈哈 好的 OK 好 那再次掌声感谢高老师 好 那最后一个是也是重磅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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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